如果有 enough capital 我会意义更多 ginger 因为需要高 人们在搜寻花 蜂不是足够的 农民弯腰挖出生姜 疫情爆发以来 姜被认为可以增强民意力 身价水涨传高 两年之前 一袋50公斤的生姜只需要4000到6000耐拉 如今可以卖到15000耐拉 折合约台币是1100元 而市场上所贩售的姜粉 民众会买回家泡茶 煮米饭豆类也会适度的添加 但是专家早已经就是言辞不斥 生姜能够直接抵御新冠病的传言是不正确的 但是非洲纳吉利亚的群众还是在抢买 生姜价格一口气飙涨了三倍